您经常坐着不动式九座一俗吗 小新恐怕会做出大问题哦 不但容易造成下肢肿胀 而且长期下来恐怕会诱发深层的静脉栓筛 严重的话恐怕要节肢 甚至是有可能会致命的肺栓筛 建议您有事没事高抬贵腿 每天抬高下肢两到三次 每次五到十分钟 最好是每个小时都动一动 对健康很有帮助 算一算今天你到底坐了多久呢 上班一整天下来 在电脑前动不动就是十几个小时 每坐一个小时 静脉栓筛的风险就会提高10% 还可能会有致命危机 久坐不动 让我们的肌肉没有收缩 所以这个液体的运送就会慢 它就能于形成血块 我们叫这个embrus就是血衰 上班族驾驶人员 或者是搭乘飞机坐长途旅行的旅客 这些都是久坐的危险族群 要注意危险的征兆 你脚肿起来会痛的话 或是有变色的话 就是变得比较黑比较红 有发炎的现象要特别小心